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华国昆仑藏仙谷 长白山龙池 古巴比伦的魔窟等齐名都是生灵的禁区 曾经李长生也提起过这些地方 莫非这些地方真的有什么奇特之处 难道 真是先门所在 小凡 爸 妈 小裘 你们怎么都来了 连你都来了 龙堂没事吗 门主这一战 威震地球 现在谁还敢招惹我们北雄派和龙堂 你现在都是陈六国了 我在网上看到他们都说你排行天下第六 这群家伙 小凡 爸妈 怎么了 难道是爸的身体还没好 诅咒没根除掉 不是 是你外公家派人来了 现在就在精灵 哼 我重生回来 一步步明动天下 灯明世界之巅 王家才突然派人来 耐人寻味啊 小凡 你外公想让我们去燕京过春节 你看如何 当然 你要是不想去也行 我就毁绝他们 我知道我妈妈想带着我 风风光光去燕京一套 出一口恶气 罢了 就当弥补一下母亲的遗憾吧 我上爷是不争气 终究不能让他风风光光的灯王家大门 去 我们也有十几年没去燕京过年了 这次就当弥补一下 真的 小凡也跟着一起去吧 嗯 依人 你知道吗 我爷爷竟然自作主张帮我选了一位未婚夫 这不是开玩笑吗 大家族的宿命 婚姻就不是有自己决定的 真羡慕你啊 年纪轻轻就是什么化境宗师 以后你的婚事肯定能自己做主 定位不同罢了 你们秦家作为豪门必须要和其他大家族互相联姻 才能强盛生存下去 奇怪啊 秦老爷子坚持和王家联姻 那边到底有什么能吸引他的 除非 除非什么 不可能的 那位据说有女友了 而且以她的身份也不会答应 你先别急 毕竟还没正式定下来 说不定只是请老爷子一时恼热 啊 好吧 小凡 你说王老爷子为什么突然让我们去燕京过年 还能干什么 还不是看到小凡现在这么厉害 想要拉拢小凡呗 王仲国谋身如海 背后必有深算 不错 你有这番见识 我就放心了 别帮你那套罐输给儿子 儿子现在可是陈六国 会不知道这些 喂 钟叔 我们已经到了 钟叔马上就过来 我们在这里等一下 小凡 这里好漂亮啊 以后我们要是能在这山上买一栋别墅 看这十里红依然红的景象 太美丽了 好啊 到时候我把这座山都包下来 送给你 哼 北面山上基本都是华夏顶级大家族 你想把整座北山包下来 那是不可能的 竟然无视我 喂 你们知不知道北山是什么地方啊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 还不快离开 否则 我就叫保安了 嗯 小云姑姑 你是小云姑姑 你们来宴京怎么没通知家里面医生 你是小弟家的女儿 晨晨 是我啊 小云姑姑 这位难道是小姑父和表哥 王晨晨 你认识她们 没听说你们王家有一个叫王小云的姑姑啊 嗯 哼 原来是远房旁系的呀 这 姑姑一家一直被家族排斥 长辈们提起姑姑一家 开始是轻蔑 渐渐转为嫉妒 现在似乎是忌惮 看在晨晨的面子上 我不和你们计较 但要知道 北山这里行走的每一个人都大有来头 是你们招惹不起的 过来 跪下道歉 长嘴二十下 我可以饶了你 什么 你 让我下跪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 啊 你疯了 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 你们忍下透天大祸了 陈先生大小姐 你们终于来了 快快随我上去 老爷子等你们多时了 啊 嘿嘿嘿 陈先生大小姐 让你们久等了 我心中有愧呀 荣书一向不苟言笑 什么时候会这样温和 还带着一丝恭敬呢 啊 好笑 不太对啊 啊 没事 没事的 李哥 这是怎么回事 张语刚才冒犯了小云姑姑 所以被表哥教训了一下 什么 小凡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外公还在上面等着呢 总不好带着麻烦去吧 啊 棒了 小云 可行 你们来了 大哥 你们快进去吧 老爷子在里面等你呢 爸妈 我回来了 嗯 回来就好 回来就回来 还把姓陈的两个也带上 来我们王家示威吗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回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招款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崛起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